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爱看电影的梅子 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挫折的时候 看一部励志电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今天梅子就带大家看一部由威尔史密斯主演的电影 《当幸福来敲门》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克里斯 他画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购买了一批高科技医疗扫描仪 本以为能跟妻子收获充满幸福的人生 然而现实的打击来的就是这么突然 这种仪器由于价格昂贵 并没有多上医院买账 没有收入来源的克里斯 只能每天提着仪器进出各大医院 一个月他至少要卖出去两台 才能够勉强生活 但不是每个月他都会这么好运 刚倒霉的是 推销时车子还被拖走了 一家三口生活的重担 几乎都压在了妻子琳达的身上 他不仅每天要打两份工 还要照顾孩子 俗话说 凭借夫妻百时哀 当两个人为钱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时 又能剩下多少感情呢 克里斯几乎每天都在为钱发愁 可是当他走到一栋建筑前面 发现这里的人脸上全部都挂着笑容 他很疑惑 什么地方才会让人感受到如此的幸福 克里斯从一个开跑车的人口中 得到了答案 他是一个股票经纪人 并且他告诉克里斯 只要会数学 懂得为人处事 就能够胜任这份工作 克里斯立马动了心 就决定自己要转行 就遭到了妻子的嘲讽 但他并没有放弃 这天他来到公司门口 花了一美元将扫描仪 托付给了门口卖唱的女孩 可是刚领到申请表 就发现女孩提着自己的东西跑了 他来不及解释 急忙追赶 但还是没能追得上 半个月的生活来源就这么没了 而且之后申请表交了一个月 都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 克里斯只能在面试官下班时解住了他 随便找了个借口 就上车 开始推销自己 可面试官似乎对手中的魔方更加感兴趣 克里斯便夸下海口说自己也行 本来面试官以为他在吹牛 可看着逐渐复原的魔方 他慢慢变了表情 面试官走后 克里斯一摸钱包 发现自己付不了出租车钱 于是就趁着红灯时 一边道歉一边狂奔 没想到自己紧追不舍 虽然他逃上地铁 可扫描一页丢了 赶不上接孩子的他 只能给妻子打电话 结果回到家中 才发现妻子带着孩子走了 好在他还是接到了证券公司 通知他面试的电话 几天后费了很大的劲找到妻子 得到了抚养儿子的机会 单户不担心 因为他很久没交房租 房东来赶他们走 克里斯只能提出帮他反刷墙壁 来获得一周的缓冲时间 就因为太久没有交罚款 被抓进了监狱 第二天他来不及换衣服 就朝证券公司狂奔 虽然他穿得随便 但态度十分真诚 最终用自己的幽默 打动了老板 得到了实习的机会 糟糕的是实习半年没有工资 而且最终考核 二十个人只能留下来一个 走投无路的克里斯 只能咬咬牙继续干 被赶出房子之后 他带孩子住到了旅馆 每天在公司忙得跟狗一样 为了节省时间 甚至不去喝水 不去厕所 还要抽时间去推销扫描仪 就这样的日子 克里斯一边实习一边推销 也卖出去过几台 生活渐渐走上正轨 结果又因为强制扣税 变得身无分文 好在他从流浪汉镇 摇回了之前丢失的扫描仪 而好心的医生也安慰他 一定会买 但是他跟儿子却被旅馆赶了出来 两人在公厕对付了一夜 听着激烈的敲门声 这个坚强的男人再也忍不住了 但生活总要继续 没钱住旅馆 他就带着儿子跟流浪汉 一起排队抢救几床位 儿子熟帅时 他就用自己卖血换来的钱 卖零件秀一气 功夫不负有心人 扫描一修好卖了出去 克里斯跟儿子终于能喘一口气 半年时间要过去后 他也迎来了最终的考核 而这一次 老天爷终于让幸福敲开了他的门 克里斯得到了这份工作 他抢忍泪水 走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举起双手 为之前那个不肯放弃的自己 鼓起掌来 这部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 影片最后 克里斯带着儿子 跟一个男人擦肩而过 而他就是男主的原型 在经历了这一系列人生低谷之后 真实的克里斯变成了百万富翁 在对前途迷茫受到打击的时候 不妨看一下这部 豆瓣评分9.1的电影 相信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就点点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